天安门广场中心花坛 祝福祖国花坛中原有的喜迎二十大 转换为喜庆二十大 同时设计的花坛还包括 广场南侧人民英雄纪念碑前花坛 以及长安街沿线主题花坛中 双子座大厦前花坛和京西宾馆西门的花坛 除了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沿线 本市在主要道路的重要节点及市属公园当中 也摆放了多处立体花坛 那在长安门桥的外交部门前 刚刚亮相的立体花坛名为盛世华章 花坛造型以翻开的书籍作为载体 以华表 红飘带及祖国大好河山作为主景 表达大好河山展红图 共筑华夏复兴梦的美好祝愿 和对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的无限祝福 利益美好造型吸引的花坛 也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观赏 给人一种生态优美喜庆祥和的气氛 常去在建国路新地中心门前 外交部门前 袁大都成员仪史公园的两侧 布置了四座立体花坛 党当时大家召开是在十月份 咱们这次在花卉选择上 主要选择花卉颜色比较鲜艳的 红色 霉红 包括咱们的黄色 粉色的 而是相对比较耐寒的花卉系列 此外 北京二环路到五环路的府路 城市主干道及颐和园 天坛 北海 香山等世属公园中的立体花坛和花袋 花香等都进行了花卉更换 新增花坛及园林景观百余处 北京台报道